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ch学院 接下来呢还是由我带领大家来学习关于MemoryCatch的后续的一些课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咱们上一节课讲的一些内容 咱们上一节课讲的是MC的扩展编译 讲了跟大家主要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怎样把这个MemoryCatch的这么一个扩展 打到这个已经编译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烂布环境里边 它的一个步骤是什么样的 由这个打这个MemoryCatch的一个扩展呢 我们可以以后如果遇到比如说部门需要打其他的一些扩展 比如说Redis啊MongoDB的这么一些扩展 我们可以用着防照一下这个打MemoryCatch扩展的这么一个步骤 来进行打其他的扩展 步骤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大家在课后呢 都已经完成了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这节课呢 跟大家讲另一个这个现象 讲另一个的或关于MemoryCatch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缓存的雪崩现象 什么叫做缓存的雪崩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缓存的雪崩现象呢 缓存的雪崩呢 是一般是由于某个缓存节点失效 某个缓存节点失效 因为呢在咱们这个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呢 不可能只有一个缓存节点 我们不可能把鸡蛋 所有的鸡蛋呢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 如果一旦这个节点失效了以后 那这里边缓存的所有数据都将会不存在 所以呢 一般是由于某个缓存节点失效 导致呢 其他节点的缓存命中率下降 导致其他缓存节点的缓存命中率下降 缓存中缺失的数据 我们要去数据库查询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 使用memor cache的一个经典场景 就是说当有一个客户端的服务 请求过来的时候 客户端的一个请求过来的时候 他首先呢去查这个memor cache 看memor cache里边 是否缓存住了这个数据 如果没有这个数据呢 那我们就去这个数据库查询 那如果有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从memor cache里边取出来 然后给它返回到客户端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查询过程 那在这个场景里边呢 缓存中缺失的数据 因为它这个缓存的节点失效了 所以这里边缺失的数据呢 我们要去那个数据库查询 那这样的话 短时间内呢 会造成这个数据库服务 服务器的崩溃 不管是说这个Mysetal Oracle 或者DP2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服务器都会造成崩溃 顺时间它的压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重启DB以后呢 短期呢又被压垮 因为你重启 重启来以后 它查询又过来 如果请求量大的话 它还 它先去那个memor cache里边去看 有没有 你看有没有 那又去这个DB里边去查 那短期内又被压垮 但这个时候呢 缓存 memor cache里边缓存的数据 也会多一些 也会多一些 那这样的话 DB呢 反复多次重启 启动多次呢 缓存才算重建完毕 这时候 那个数据库服务器 才稳定的运行 那或者是由于缓存周期的 周期性的失效 你比如说每8小时失效一次 那么每8小时将有一个请求的峰值 严重者甚至令DB崩溃 那下面是这张 是这样的一个图 这就是缓存失效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这个缓存失效 它是有一个一定的时间间隔的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啪 它的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器的压力 就会特别特别的大 数据库服务器的压力就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上图是我们之前部门的一个缓存的真实现象 具体是这样的 缓存的数据呢 设置成每8个小时失效一次 每8个小时失效一次 这就意味着每8个小时以后 我们这个数据库 它就客户端请求的这个 请求量 它就会走这个 数据库 数据库服务器 然后就会去请求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那导致最终的结果就是说 每8个小时这个数据库的压力就会变大一次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上图 这个高峰 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一个高峰 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高峰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 每8个小时数据库的压力就变大一次 那每8个小时呢 我们数据库就会迎来一次请求的高峰 因为之前设置的缓存已经失效了 缓存已经失效了 那这就是缓存雪崩的现象 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数据库的压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看 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解决方案呢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怎样可以避免这个 其实呢 这个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 但我们可以分析用户的行为 尽量让失效的时间点均匀分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尽量让失效的时间点均匀分布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必这样 就是说把所有的数据都设置成8小时失效一次 我们可以不必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里边所有的数据呢 就是说怎么样 怎么着一下 就是随机分布一下 比如说三道 这里边所有的数据三到八小时 他这个在这个时间段里边 随机的进行失效 那他这个数据库的压力就不会这么的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几种方案 第一个就是说在缓存失效后呢 通过加锁或者对立来控制 读数据库 协换存的县程数量 说白了就是说 那个数据库的 让数据库的请求呢 不要这么的大 不要这么的大 比如呢 对某个K只允许一个县程 查询数据和协换存 其他县程就会等待 那这个方案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不能并发写 不能并发的写 或者去读 只允许一个 那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查询或者写入的效率 就特别特别的慢 其他因为你其他县程在等待嘛 已经给他锁住了 所以呢 不同的K呢 是不同的过期时间 让缓存失效的时间点 尽量的均匀 就刚刚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在比如说 之前比如说我们设置上 8小时失效一次 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 不必这样 不用设置上8小时失效一次 可以到3到8小时中间的 不同的任意的时间段 我们来进行失效 而让它随机的失效 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说做二级缓存 A1为原始缓存 A2为拷贝缓存 A1失效时呢 均可以访问A2 A1缓存失效时 时间设置为短期 A2设置为长期 这个也是 变相的 就是让它这个缓存 失效的时间 尽量的均匀一些 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 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呢 我们部门是选择 这个不同的K呢 设置不同的过期时间 随机一点 让它的这个过期的时间 尽可能的随机 随机 让缓存的失效时间点 尽量的均匀 尽量的均匀 我们就是在那个缓存的设置时间的时候 让它尽量的去做一个均匀就OK 我们在实际的生长过程中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的话 比较简单 也比较容易的去做 不必要像第二种 还得做 类似于是一个 拷贝的一个缓存 这样子 就比较麻烦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简单介绍的一个缓存的雪崩现象 我们 就是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什么是缓存的雪崩现象 将来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能答的上来 有个印象 然后知道它的这个出现的原因 以及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缓解的方法 好吧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可能这节课呢 比较会偏于理论一些 所以呢 还是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能够 可以去上网 能够查一些资料 多多了解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节课再见